台东的路野除了热气球之外 飞行伞也是很多人到访必玩的设施之一 一名来自台北的陈近男子 为了克服自己对居高症的恐惧 特别在家人和女友陪伴之下挑战飞行伞 虽然在飞行过程中他不断放声哭喊 不过还是顺利完成了这项挑战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教练虽然不断的安抚男子 但男子依旧不敢向外看并不断的哀嚎 而这名不断哀嚎的男子是来自台北的陈先生 为了克服自己的居高症 特地来到台东路野挑战飞行伞的体验 不料在一起飞后 他竟然无视周边美丽的风景 并不断哭喊哀嚎 而教练一路不停的安抚都无效 全程几乎都不敢向外看 所幸最后依旧安全落地 而他也笑着说 下次打死也不敢再体验高空活动了 我跟邦迪索一样 我跟烟机被一样 因为我有居高症 看来大家大概是这个飞行伞 看来可不可以把居高症认字好 这个还是不考了 字不好 太可怕了 啊你在空中的感觉如何 我从头到尾都看天空 看云而已 我没有看下面 太可怕了 不要不要不要 你都没有看风景哦 我都没有看风景 我不敢看 太可惜了 太可怖了啦 飞行伞的教练也表示 这次的飞行 是评估过乘客的身体健康状况后 才决定正常起飞 但全程哭喊的同步飞行体验 还真的算是第一次 因为大家看到他的呼吸还蛮急促的 所以我先检查看看他身体有什么异常 然后问他 好那我该询问他之后 就是没异常的 那他只是怕高而已 那所以但是他还是勇于挑战 那所以我就慢慢的飞行 稳定的飞行 然后一方面安抚他的情绪 好让他放轻松 好不要紧张 好一切听从我的指示 好绝对就没有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可以非常安全飞行的 虽然整趟的飞行过程 充满了尖叫声 也没能够顺利克服去高阵 但相信这次的飞行体验 一定会成为他人生中 一大的经典回忆 记者陈静霖 入野相报导 好